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国民党今日在执政地旁新北市召开全代会为九合一选举造势,活动设计以棒球为主题,仿效棒球队出赛画面,由党主席吴敦义扮演总教练,直下市,县市长参选人仿效棒球队出赛画面,依序苏列击掌后就打击位置,在摆出挥棒出击的拳雷达预告姿势, 象征积出全雷达动算,吴敦义并与所有参选人共同象征性投出一颗胜利的棒球,而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朱立伦,洪秀主等历届党魁也都全数出席,营造全党团结气势 不过,原本应到22名球员,十到人数只有21个,独缺云林县长参选人张立善 直到上午11点,整个造势活动都已经结束,而且大会议程进入预备会议阶段,张立善才赶到现场,并安排补打仪式 张立善解释,他从早上7点就开始在地方炮行程,但因为交通因素延误,再加上高铁班次太少,才来不及赶到现场,并急次呼吁高铁应该增加云林站的停靠班次 扮演总教练的吴敦义在致辞时列举过去马政府八年执政政绩,强调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不但行政效率在国际排比逐年降低,并且证明拼经济还是国民党比较棒 他强调,在马政府时代,社会相对和谐,民生相对安康,反观现在相交,凤梨堆积如山,台南失目与消不出去,各地观光事业受伤惨重 日月潭,花莲,阿里山等观光区业者收入不到当年的一半,所以拼经济将是国民党的努力目标 他并指出,当年扁政府交给马政府时,世界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国家只有54个,八年后马政府交给蔡政府时,则高达164个 当年台湾外交与国际声望,受世界信任与欢迎,在马政府时代达到最高峰 吴敦也表示,现在台湾治安状况不佳,过去曾在短短两周发生三线杀人分尸案 这就是社会风气受政府领导方向所影响 至于年金改革蔡政府没有好好沟通 虽然过去四大退付基金投报率不高,国民党也应该检讨 但现在应该彻底改善,只要四大退付基金投报率达到5% 每年四兆基金就有2000亿,也就不必科报军工交警销 他强调,台湾在蔡政府执政下经济成长率不如过去 蔡政府时期每年的GDP成长率,是历年来最差 而且两岸关系也没有像蔡英文当初承诺维持现状 两岸两会关系变成已读不回 应该再重新回到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吴敦也表示,这次高中历史克刚调整 并没得到克刚委员过半数支持 不服正当性,大家同为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才是大家共同的梦与理想 最后他说,22位直辖市,县市长参选人 是国民党精神司,以相对公平机制挑出的人选 每位都是强棒 而且热爱台湾,尊重百姓 他拜托大家让每一棒都能当选 并承诺未来国民党会建立联盟有效率的政府 繁荣均富的经济 公益和谐的社会 以及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 年底选战国民党已固守双北 决战中台湾,抢进南台湾为战略考量 并以盼经济固生活为号召 盼全台执政现实过半 因此这次全大会主诉求就是革新团结 重返执政,强调拼经济,固生活 除了历任党主席,22直辖市县市长参选人外 包括中常委,中央委员,党代表约2000人出席 国民党今天还推出多款由党内年轻朋友 发想后委由台湾工厂制造的义卖募款小物 包括KMT好棒棒球 拥抱KMT抱枕 以及就是投篮篮球 现场义卖由吴敦义与立任党主席 今天的签名棒球组与篮球